我们今天出门了 终于终于出门了 因为入冬之后纽约实在太冷了 但是我们也憋了挺久的 所以今天就打算出门逛一逛 然后再买一点 过年的时候需要的装饰的用品 要去Chinatown那边一趟 今天也挺冷的 今天刚刚看是负四度 好冷好冷 主要是曼哈顿里面风特别大 因为高楼大厦嘛 然后再加上纽约的那个规划 又是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全部都是一种直川的大道 所以说真的风太大太大太大 整个人都可以被吹的懵逼 到了 这家店是卖各种调料的 汤儿想来看看 好香啊这里面 Paprika Paprika都有好多种呢 它这里的海椒面都有好多种呢 有Turkey的 有墨西哥的 有印度的 印度的 意大利的 但是却没有我们四川的 真的是不识货呢 对吧 他看着好香啊 这海椒面 不知道回去酱油辣的 会不会味道不太一样 他们买好了 写的这个什么呀 生脯 生脯吗 这个是生脯 生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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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是红茶 大吉林的红茶 这家冰淇淋店 夏天的时候有好多人排队的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排队 但是我不太爱吃冰淇淋 所以我们夏天也没有吃过 然后冬天感觉没什么人买了 我怎么觉得今年的 这个China Town的年味 都没有去年的高呢 我觉得去年我们这个时候来买装饰 感觉 这里人很多的 有可能今天太冷了 哎呀 撞了吗 我们买个对联吧 然后买个服务 不是家里贴家里还是贴外面吗 都可以贴 你多贴你都贴 贴了一个服务 我们买到桃花了 再看一下 桃花 黑的 黑漆漆的吗 回家再说吧 它好高一顿 哦可以过了吗 增加小龙 几乎 毫通这吴连 前面 接下来 梁 增加小龙 增加小龙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半了 我跟她们本来九点钟就准备睡觉的 结果我们两个躺在床上 怎么也没睡得着 然后刚刚就起来看了个电影 这个电影其实是我看的第二遍 我刚刚在睡觉之前就看了第一遍 是叫爱情神话 我觉得好好看 就算是就非常戳我的那种电影 而且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在 就看那种中国的电影 有出现过那种感觉 就是像这种感觉是我看 像Woody Allen他们 他的电影会有的那种很浪漫的 然后很失忆的感觉吧 我就觉得还挺喜欢的 然后就导致我刚刚就有点激动 睡不着然后还在那看书 然后结果我看那本书呢 也还挺好看的 所以就我就更睡不着了 然后结果汤圆说他也睡不着 我们就又再起来 然后因为刚刚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汤圆没有看 我就说让他陪我再看一遍 我们就再把那部电影再看了一遍 我觉得真的好神经哦 我们现在要准备睡觉了 我觉得还挺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的 就如果说你是喜欢像Woody Allen他的那种 看台词的呀 然后整个电影的流畅度 然后整个Vibe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我还挺喜欢这种 有点神经质的电影的 就是有时候你都抓不住他的整个脉络 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线的那种电影 但看完我就觉得还挺浪漫的 晚安 请不吝点赞订阅 embers burning through my walls waiting for another goal wondering why I feel cool I'll burn myself a hole again hoping we'll be one again can't forget how much I lost don't remember what it was can't hold back no more can't hold back no more can't be to be a wish I can almost now Lay in the sky I'm always warm 桃花,大家看到了吗?好漂亮啊 我现在就已经把这个树枝插进去了 我觉得它稍微的有一点点骚 但是因为家里面的园艺剪刀呢 剪不了这个枝干 因为它的那个下面的枝干特别粗嘛 就剪不动 昨天我们买这个树枝的时候 那边都是拿了那种钳子在帮我们剪的 但是还是高了一点点 但我觉得也还不错 不高吗? 我现在要把我早就已经买好的 这个装饰的吊坠挂到这个树枝上面去 这样就可以有过年的感觉了 我今天打算把家里的那种过年装饰都放上去 昨天还去买了这个窗花 本来想买对联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中国城那边的春节装饰吧 像对联那些都特别的丑 真的就属于那种红红的香精边的 然后就是买不下手 我记得之前的都有那种还挺好看的 早知道我当时淘宝转运的时候 就多转运一点这个过来 这个是我在淘宝转运过来的装饰 你看这种就挺好看的 对吧 就很简约 很大气 我本来想着其他的东西 可以在这边中国城买的 结果今年的东西都太少了 这个好像那个甄嬛状里面的小巷 这个像不像甄嬛状里面的小巷的那种简直 今天太阳实在太好了 所以我就打算坐在太阳底下来跟你们聊 我想跟你们讲的是 最近改善我生活最大的东西 就是我背后的这个 云金的扫脱液体机器人 真的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好用了 因为我们家平时分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是我们家的打扫主力军 汤圆是我们家的做饭主力军 因为我是在打扫和做饭里面 我选择了打扫 我个人比较喜欢打扫一点 关于扫地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家又有猫又有狗 所以家里地上经常都有毛 我每一天都要打扫 如果不打扫的话 就你走动的时候 那个毛就会飞起来 就会吸到鼻子里 就会特别不舒服 然后自从有了这个云金的扫脱液体机器人之后 我就觉得我怎么 为什么不早点入手它 真的太好用了 我就真的是摊在家里 然后早上起来之后 地就特别特别干净 而且它是又可以扫地 又可以拖地的嘛 所以说拖地 我现在也不用想了 真的超级方便 我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讲它的优点 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找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这款相当相当的棒 像我就那种很挑的人了 但是我真的一点它的缺点我都找不出来 我先说一下它整体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我非常喜欢它的就是它们有那个APP来帮你操控 而这个APP呢是可以有两个语言选择的 有英文又有中文 然后我选择的是中文 所以它的这个机器人呢 说话的时候也说的是中文的 接下来我讲一讲它扫地的一个优势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的扫地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于说 它可以把很多鸡脚嘎辣的地方都扫得特别特别的干净 真的是比我自己打扫卫生都还要打扫得干净 因为它的那个刷子 我这里有一个它那个小刷子 就是它当时送的一个备用的 就它的这个刷子就特别扁啊 就它会贴在那个地上走 像很多家具在很下面的地方有个很小很小的缝隙 这个是平时普通的吸尘器完全就碰不到的地方 但因为它的这个小刷子特别扁 而且它很聪明 它会比如说有时候那种桌角啊是圆形的 然后下面有缝隙 它会绕着那个桌角转圈圈转圈圈 然后去找那个缝隙 每个缝隙都给你清得很干净 所以说它来打扫的时候真的就是无死角 而且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最厉害的地方 就我们家这个 你看看后面的这个桌子嘛 你看它那个桌腿特别难打扫 那个是我以前的打扫 最难受的地方 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吸尘器吧 就那个戴上那个头啊 它特别厚 它根本就进不去那个缝隙这边 你看它下面那个小缝缝 根本就进不去 经常下面全部是毛毛啊 狗毛什么的 就很麻烦 但是它完完全全可以给我打扫 一干二净 就它会绕着那个转圈圈 而且它有时候还会爬到 你看前面这儿不是会扁扁的吗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个扁扁的它也能爬上去 就爬上去 也可以帮我把上面的灰尘给我吸掉 这实在太绝了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 我万万没有想到它可以做得到 然后平时倒灰尘也很方便 就你把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再把它拿出来这个小盒子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让它刚刚打扫一下 我们家的客厅而已 里面有多脏 然后我再来讲一下它拖地的功能 我觉得它们家拖地 最刺激我的眼 就是它可以自我清洁那个拖把 它可以帮你洗 就是它拖脏了之后 它会自己回到它的这个基站 然后去洗拖把 洗完了之后呢 它还会再出来再继续拖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洗它那个拖把了 因为这款机器跟其他品牌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于它的这个 你看它基站很大呢 因为这上面是水箱 就还有两个这个罐子 一个这个水箱呢 是干净的水的水箱 然后这边呢 这是脏的水桶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用过脏水桶 所以你就不需要 自己一直不停地去换水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已经用了这儿 两周的一个拖把了 你看 这是它自己会帮你洗干净的 然后平时要换的时候也很方便 当我用了之后 我就从来都没有 就是把它取下来过 因为你用完之后呢 它回到基站 它还会有一个烘干的功能 就它先把这个拖把的这个布 给你洗一下 洗干净了之后呢 它会帮你烘干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它一直待在那个机器里面会臭 这款机器我是真的非常推荐的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 真的就特别多嘛 但是我觉得像扫地的这个功能 可能说是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像拖地 它有这样就是可以帮你清洗拖把 然后帮你烘干拖把的这种功能的 机器就几乎上就没有 就是唯一只有云金他们家有 哇 这个真的就是超级超级棒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不想要 自己洗脱把把 我相信你会在那里的这个功能 有很多朋友都不想要 我相信你会在那里的这种功能 可以帮我拿来 我希望你会在那里的 我希望你会在那里的 因为你会在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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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春节装饰吧 因为我发现到了晚上之后更美了 而且我觉得还更温馨了 我们在这个过道这里呢放了这个叉花 是我纽约的花艺是朋友叶子 他今天送过来的 真的好漂亮呀 而且正好也是用的桃花 大家也看到了吗 桃花 感觉他买到了桃花 就你看开了这个花都不买的那些多呢 从过道再走过来呢 这里 这是我放的果盘 因为我觉得过年了的话一定要有果盘 然后正好家里最近水果挺多 但在上面放了一些 我之前买的那个挂饰 他只要不拴那个绳子的话 就可以直接这样来放 有点像剪纸这样 再往前走就是客厅 这猫的发点 你挡我路了 你挡我路了 摸摸摸摸摸 你不摸他他会生气的 经常不摸他 要是从他旁边走过的话 他是会不开心的 对吗 你会不开心对吗 好了好了 我带大家去看装饰了 拜拜 走过来这边呢 这是客厅 然后现在客厅就是最有年味的地方了 然后这边就是白白的比较干净一点 但是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红色的点缀 然后这边呢 就是最有年味的地方 我发现莫名的我们家的家具都和这种春节的装饰很匹配 你看我买了这个小凳子 然后在上面也放了一点那个红色的装饰 然后这里呢还贴了一个窗花 我发现春节装饰的话 就是有一丢丢的小小的红色 就还挺有那个过年的气息的 对了 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我最新买的这两个面具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主要是我最近比较喜欢非洲他们那边的那个面具 然后这个是我在EC上面找到的 还是正儿八经的面具哦 这个长得就比较喜庆 它是可以看得出去的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它是能够看得到的 然后带着 我还挺喜欢家里面有这么多的 有木桶的家具的 大家会发现你看 我们家有很多这些家具 其实都是我自己逃来的 这款Pedesto 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 而且我当时逃来的时候好便宜 就是一百多美金左右 然后就把它买到了 你看它这里中间都是中空的 这个扭形的 它不是属于那种嫁接拼接而成的 就是一整块中间这一整块木头 然后叼出来的这样一个旋钮的一个状态 而且你看它里面是中空的 整个做工还特别好 还是以前法国那边的 有一个时期出现的 它们的这种类型的家具 还挺多的 然后这边呢 这个小凳子也是我很喜欢的 是法国那边的那种极奶凳 然后它下面的这个也很可爱 那就在这里祝大家春节快乐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